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關於記憶宮殿的身體法 我們來開始來看一下 首先你一定要先把 關鍵字把它標起來之後 再利用你要記憶的這個宮殿 來進行一個記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左邊的妝點 左邊的妝點呢 你會看到有額頭 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下巴 脖子 肩膀 胸口 心臟 肚臍 大腿 膝蓋 腳踝 腳跟等等 這個項目 你必須要嘛你是從下到上 要嘛你是從上到下 我這邊所採取的是一個 由上到下的一個步驟 剛剛我們已經把 相關的法條的項目已經把它拆解了 而這個行政執行法28條 每一次國家考試都是必考 它常會出現在選擇題裡面 它常會問你說 以下這四個方法 哪一個不是 或者哪一個是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項目背熟 好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帶旅行帶金 我這邊帶旅行 就叫做頭戴去旅行 就是你想像你的頭呢 有一個頭戴 然後呢 戴金 額頭的袋子像毛巾 一樣都是用頭戴去思考 就是說我們頭戴它的材質 你用想像的是毛巾的材質 再來第二個呢 叫眉毛 我用眉毛去想 扣流 於是呢 我就做一個串聯 眉毛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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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可能沒有 但是你就可以用一些想像力去創造 好第三個叫做眼睛 眼睛是不是我們是看到東西收到你的眼睛裡 經過你大腦的理解以後 然後我們就來眉毛傳情 所以眼睛收到去看 然後交付傳情 好 再來是鼻子 鼻子呢 我這邊講的 解出你鼻孔佔有的鼻屎 你用這樣去想就容易記 接下來嘴巴 處置 嘴巴處置 當然是處置食物啊 再來是下巴 下巴使用 下巴使用探球真相什麼意思 就是這樣 探球真相 我要沉思 呵呵 這樣子你是不是有畫面感 就容易記起來 再來是 脖子 限制動蠶不動蠶 脖子限制頭動或不動 再來是肩膀 進入呢 肩膀怎麼進入 你就想像 你呼吸好像從肩膀往下吸入 然後呢 到了胸口的時候 你把它封閉 閉氣在你的胸口 所以是到胸口閉氣 所以進入跟封閉 你就用肩膀跟你的胸口 來做一個記憶 再來到心臟 拆除住宅跟建築物 就是強制拆遷啊 拆除心臟 如果我們的心臟被拆了 是不是人就整個就掛掉了 呵呵 所以呢你就用想像 當我要拆除心臟的時候 就不能作用了 就像建築物被拆掉了 你就沒有地方住的意思 是一樣的 再來是 肚臍 剛好其他住所 肚臍 肚臍 其他住所 剛好這個 臍是同音字 你就可以記下來 再來大腿 收腳 用想像的 收腳 大腿收起你的豬腳 是不是很有畫面感呢 再來是膝蓋 註銷證照 那 膝蓋 膝蓋 蓋章塗銷 你就想 膝蓋 蓋章塗銷 你就聯想起來了 再來是腳踝 斷水斷電的意思 如果我們的腳踝斷掉的時候 不能走了 就像沒有電 沒有水了一樣 那最後一個腳跟 這邊叫做其他以實力 實際 實現 或旅行 等等的方法 那我們就這樣想 腳跟呢 也是腳贊助的 實際的支撐力的一個 很重要的 後腳跟嘛 那這樣子呢 你就把這個 十五十六個 就把它記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重複來思考一下 我們記憶的內容喔 首先 頭 頭 是不是有兩個 我們記憶頭有帶嘛 頭帶去旅行 然後 頭帶的材質像毛巾 所以帶旅行 跟 跟什麼 帶旅行跟 這個 帶金 再來是眉毛 剛剛我們講眉毛是什麼 眉毛扣 就是扣流 再來眼睛是什麼樣 眼睛是 收取交付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鼻子 鼻子是不是解除佔有的鼻屎 再來嘴巴 嘴巴 儲置 儲置食物的儲置 再來是 下巴 下巴是怎麼樣 使用探求真相 然後再來脖子 脖子是限制你的 人可以動或不動 所以是限制動產不動產 然後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你的肩膀 肩膀是呼吸 所以是進入封閉 然後再來是你的心臟 如果拆除了是不是就不行了 所以叫做拆除建築物 拆除 就是拆除住宅建築物對不對 然後再來 再往下是什麼 肚臍的其其他住所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 大腿 然後我們有講的叫做收腳 因為大腿收 豬腳 好 然後再來是你的膝蓋 膝蓋的話就是什麼 膝蓋就是 注銷有沒有 因為 注銷要蓋章 膝蓋對不對 注銷 蓋章 然後 再來是腳踝 腳踝是 怎麼樣 如果斷掉會怎麼樣 斷水斷電 斷掉就不能走了 然後腳跟呢 是實際的支撐力 就是其他以實力來 處理的一切措施 那我們就可以來驗證一下 看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用身體法 去記憶的一個 記憶